大家好 今天又回到我儿子学校了 昨天我们是去邻居那个行政小镇的学校 今天他们又回归我们这儿了 我还是觉得我儿子这个学校又大 比他们的这个占地面积大 尤其是看我们这儿的这个山楂树开了 种了很多的山楂树 那个学校也有 但是没有我们这个紫色的花多漂亮啊 这个花很娇媚啊 这个紫色是 这个有点不叫紫色了 叫桃红色啊 桃红色其实真的是很娇媚很艳丽的一种色彩 所以说招揽了这里边好多蜜蜂啊 你看一个大蜜蜂 是个公蜜蜂王 别咬我了 里边你不能靠近它去 有很多很多的小蜜蜂 可能也是因为它的艳丽和芳香啊吸引了那么多蜜蜂 你瞧啊 我这一不小心该被它们咬了 这个大蜜蜂 这一棵大的 带你们赏花啊 这山楂花 这一棵大的 这一棵也挺大的 这个星期它开的最好 上个星期我来的时候 这个桃红色的还是 含苹带放那时候也很漂亮 含苹带放的时候你拍出来不漂亮 但其实看着它 原来很娇羞的那个样子 多美啊 每天来学校接孩子可以沐浴这的阳光 然后还能够赏花啊 那边那个白色的 白色带粉的那种也很美 那个仔细看要很美 但不如这个艳丽啊 那边还有 那蜜蜂都跟着我了 今天我们聊一聊 我们聊一聊 美国女孩的择偶观 昨天我拖一个台湾的朋友 说帮我儿子在台湾找女朋友 我一说这个 就很多大陆的家长都觉得我挺不可思议的 他们觉得你儿子那么小 怎么就 惦记找朋友啊 我跟他们的观念不一样 他们还是那种雄心勃勃的 觉得哎呀 这个年龄是要什么 好好学习啊 奋斗 事业奋斗 说哪有那么小 就就 就有 他们觉得有追求的人啊 有事业心的人 哪能那么早去找朋友呢 相反我就觉得 应该像美国的孩子的 这个 观念啊 上高中十五六岁 十六七岁 这个年龄 他就是 青春期嘛 我们要符合人性 而不是要总是 为了赚钱 为了什么 事业 就去违背人性啊 像在中国那个 就是 别说很早以前了 就是 这个 民国 还有 晚清的时候 那时候不也都是 像我爸就是 十五岁就结婚了嘛 他们那个年代 十五六岁 家里边 就开始帮你操心了哈 但我觉得这个 他们那后来呢 都背叛了自己的 婚姻了 都推 就是 推卸到说是他父母包办的 我那时候年龄太小 我不满意 我不愿意 我是被迫的 然后就跟人家原配 离婚了 你看 蒋介石跟蒋经国的妈妈 毛福梅离婚了 他后来 其实他也不是光找的宋美玲哈 他在 他在没有跟人家离婚之前 就找的 就是纳妾吧 他那个年代还 还算是 就是什么 找的 姚野成和陈杰如哈 那两个都 可能算他的偏方 在后来 后来也不实行这个 纳妾了 但是其实很多人 这个女方 这个纳不纳妾的话 还在于这个女方 这个家庭的背景 你像人宋美玲那种家庭背景 那么有名望的 不可能答应 说你去 给他当妾 给他当偏方的 他要娶人家 肯定要是 离婚 还得登报 登报 然后还得 这个 声明啊 给人家 给人家 给人宋美玲加面子 说他确实离婚了 才能够娶人家呢 然后这颗大的 这个好像不是山楂花吧 这跟那长得不像 我说这什么花 这是不是要槐树 槐花啊 小白色的 是什么花 谁认识 告诉我一声 跟 反正跟刚才那个山楂花 长的那个花型不一样 但挺低调的美呢 结白的 还趁着小绿叶子 我觉得他们过去之后的离婚 其实 说是什么 家庭包办 很大程度上 都是 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而已啊 这个 包括最典型的 他们的开天辟组的这个 就是离婚案的这个领军人物就是诗人 徐志摩 而且他还是他爱上林徽音之后 就趁还是人家那个原配章又一怀孕的时候 要跟人家离婚 结果也不管孩子啊 你说你是打着你什么追求自由 自由恋爱追求爱情的这种这个旗帜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他那时候已经 都是二十多岁了 成年人了 你丝毫没有考虑到你自己的责任 就算你对这个女人 你说你没有责任 那起码说 要孩子不是谁逼得你的吧 你没有行动 你怎么会有了孩子呢 既然有了孩子 你又不管孩子 就让张又怡一个人生孩子 一个人带着孩子 结果就他们那个二小儿子不就没有照顾好 就去世了嘛 你想张又怡他一个人在国外生活 本身就挺人生地不熟的啊 他语言也不太通 那时候他还忙着上学 这个怎么可能照一个人照顾好一个孩子呢 你看这是他们新建的一个这个Greenhouse 一个温室 这个是那个农业俱乐部啊 因为我我们这边这个学校跟康奈尔里的比较近一些 每年都有几个能够考上康奈尔大学 还有我们小镇上本身就有一个农业大学 还有附近的那个Behampton那个大学 他的农业系也挺好的 而且被评为现在新一代的这个长青藤 都为他们培养这个农业农学的这个学生啊 所以说还专门原来是有个旧的 旧的也行 但是不如这个好呗 那个是简易的那种棚子 这个是他家铝合金件的这个还挺挺贵的 你看上面还带着很多那个空气什么就是设备啊 一些可能搞那个空气循环的设备 所以要是喜欢种植的学生 他们每天下学之后下午可以到这来搞一些种植实验 就接着还说这个 这个其实我觉得他们十五六岁这男孩就看我观察我儿子啊 我觉得我觉得我儿子他已经有 就是他已经有了这方面的需要的 比如说从去年开始我就发现他去年前年开始 我就发现他很注重仪表了啊 原来说给他买衣服他都挺烦的 我不要不要先麻烦去买衣服 我不还得让他试吗有时候 他主动的要买衣服什么 还那个还可能听别人说在哪买比较好 找了几个网站还买的真不错 怎么搭配衣服啊是吧 还有那个什么 每天早晨把那个小头梳得光溜溜的 比较注重仪表了 其实你看一个孩子他注重男孩和女孩 当他开始注重自己的仪表的时候 就证明他有了那种恋爱的那种想法了 并不是说他他不想 这是人性的一种很正常的发展 不值得我们不能不应该 像我们过去的我们那个年龄段 备受压抑我还是说 为自己为我们这个年龄段 尤其是过去的那个 像我妈我奶奶什么 他们那代父女啊 备受压抑的 那这是老了的那个 就是我妈他们那代比较苦 到我奶奶他们那代人家还 我不说吗 我爸都是十五六岁就结婚了 我奶奶他们那代也是 人家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 一般十六七岁十五六岁 家里边就给张罗婚事了 其实我们这代人是比较受压抑的 那时候你上高中的时候 人们也很自然的青春期 有的男孩子对女孩子有好感 或者女孩子对男孩子有好感 这个就被老师 就视为是大逆不道啊 被家长也视为是很什么不知羞耻的啊 就好像觉得这个 这个到了这个阶段的 他那个有恋爱的苗头 就被视为是一种不齿的行为 其实我看家长和老师的这种想法 倒是反人性的他们 这是人性发展的 这小动物人就到了一定的成熟的年龄 还有这个这个婚配的想法呢 你何况是人呢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教育 整个这个理念 就是过去是包办是吧 后来呢又是不许谈恋爱 甚至上了大学 所以有一段时间上大学谈恋爱都不可以 这个 你看这三棵哈 这三棵 这个山楂树 多么迷人呢 很娇艳迷人 她就像我们亚裔女性 我觉得 就是你看一会带你们过去看 她们那个那美国小女孩 今天举行那个田径赛啊 她们都在那赛跑着 真的充满活力 活泼可爱 挺热情奔放的啊 但是我们亚裔的女性呢 不是刚才说到台湾找台 我喜欢找一个台湾女孩啊 这个 这个 台湾女孩呢 我觉得她们就是比较娇媚啊 这个 因为 亚裔女性本身就比较含蓄嘛 长得又 她们长得又比较那种 像有点男方女孩都是比较 这个 就是 小巧玲珑 长得比较清秀一些啊 这个 这个 跟美国女孩呢 是 两种 截然不同的这种风格 就像这个山楂花和那个 什么 牡丹花似的啊 美国女孩她们像牡丹花 比较 热情奔放 比较外露 咱们亚裔女性还是比较 这个内敛一些 我说说这个 什么 这个 就是 美国女孩的择偶观呢 她们跟 说美国女孩 也就是美国年轻的女性 包括中年女性啊 她们择偶观的人是比较 还是 首先她们的优点是比较脱离世俗的 她们不那么 不像中国 中国的这个 无论是 这个小女孩还是成熟的女人呢 很多大部分人还是挺在乎这个物质基础的啊 她们找一个人 找一个男人 她们可能会就是在乎什么学历啊 是吧 这个 家庭经济条件呢 嗯 嗯 这个小黄花占放开了 小黄花的生命力特别强 我一直舍不得捡她们 但我邻居都捡了 我怕她们说我懒 我也捡了 捡了之后太好了 第二天早晨你捡的那些 她有的她就 就顽强的又开了 就是你那个捡草机有的 可能没有彻底捡断的话 她就 她就又长起来了 又开花了 哎呀 所以我说她们的生命力太顽强了 我觉得这是她们的好处 啊 不拘于什么物质条件 人家很少去 去就说是 起码说不是那么 当然她有的可能是心里有点在乎 但是起码说不是那么明显的在乎吧 尤其是不会说 有的甚至都不问 到结婚的时候她也不会问 她也不知道她家里边 是 就是父母是什么职业啊 家庭的 经济状况啊 有没有财力啊 什么的 这些她们都 都不在乎的 有的人家结婚 有的是就说是 熟了之后可能去家里坐坐 或者参加一些家宴什么的 她会了解你家庭的一些 基本情况 但是 那个都是挺熟了之后了 在 恋爱初期的话 不会说因为这些个 条件 影响两个人是不是 谈恋爱 是不是发点这个关系的 甚至有的 比如说在外州啊 离得比较远呢 人结婚的时候 都没有去过家里边 都没有那个 没机会 也没机会回来嘛 工作比较忙 她们放了假之后 人家还是去 就喜欢去旅游啊 所以说呢 到结婚的时候 她有的都不一定通 她要举行婚礼的 可能会通知家长去 她如果 不举行婚礼的那种 人甚至都根本就 就不通知你啊 跟家里人也不见面 就 很多人也不举行什么婚礼 你瞧这美国小女孩 多么 挺青春阳光的 这是她们的一个优点 但是她们的缺点呢 为什么我一直都不主张 我儿子 就说找这个 美国女孩 当然我这个主张也 只是说 潜移默化的 就是想影响她吧 并不 我也没有那个权利啊 在美国哪有家长去干预孩子 找谁的呀 人家愿意找谁找谁 是吧 但是从我的我就说 从我的本意来说 我不喜欢找美国女孩呢 因为她们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呢 举个例子吧 她们属于那个陆小曼一型呢 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个 人间四月天也了解过 这个诗人 徐志摩先生的 这种轰轰烈烈的几段爱情 可能大家对这个 最后都觉得这个 她娶陆小曼 可能是满足了她的这个 一种感情上的需求了 但是她真正的过得幸福吗 并不幸福 像陆小曼那样子的 就跟美国女孩挺像的 她们 就是比较任性 比较没有什么理性吧 她不会说为了 就比如说我结婚了 我要对我的家庭负责呀 是吧 就要对我的孩子 有了孩子之后 我要对孩子负责呀 我不能够轻易的去离婚呀 她没有这些传统的 咱们亚洲人传统的观念 她们就是追求爱情追求爱情 只要我自己高兴 符合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快乐的话 那我遇见合适的 我就跟你离婚 她不会考虑 会不会伤害别人 也不会考虑 什么 这个你家人的感受啊 这个当时看陆小曼 我觉得她离婚 她首先就 是挺伤害了这个 她的前夫 王庚啊 因为她说人家什么 不关心她了 不照顾她了 不跟她玩了 我觉得这些个都是一个 她不能够 就说她不能够 站在别人的角度上 去考虑问题 王庚人家是一个男人 是吧 任何一个男人 他都要有事业 要养家糊口 她跟你玩去 而且她那么年轻 就当了 好像就当了 三十来岁就当了 什么警察厅厅长 后来又是什么参谋长 她身居要职 她必须要对她这个职业负责任呢 是吧 她天天玩去 她陪着你去 那她怎么可能 把自己的事业干好呢 因为她是身担重任的 你包括别说她嫁给王庚 王庚不能够总是陪她去玩了 到后来她嫁给徐志摩 那徐志摩也不能够跟她玩啊 真是那个轮回啊 就是当年是王庚没时间陪她玩 然后就拜托徐志摩陪她去玩 所以她就跟这个徐志摩好了 结婚了 跟人家王庚 王庚离婚了 但是几年之后 那不是 还没几年之后 谁娶了她 你想就她那种奢侈的程度的话 哪个男人都得拼命的挣钱啊 不是徐志摩什么 兼着三个大学的老师 然后又什么 两个报馆的兼职工作 什么赚稿费 什么还投资 跟别人一起投资 开一个诗人也是去做生意去 开什么服装店 还当这个 跟我们一样 还当这个地产经纪啊 帮人卖房子 赚佣金 这个 就说她也是很 也是不是像过去那种浪漫的诗人 整天陪着她去演什么戏剧啊 是吧 陪她去什么跳舞啊 玩啊 你怎么可能呢 你要是想要这些的话 那就那这个男人就不要工作了啊 除非是家里边 就是有祖业继承 依靠祖业去生活 但是那样的男人你就等于是 他一生无所事事啊 可能你又会看不起人家 是吧 觉得他没本事 他之所以看 嫁给王庚 也是因为人家王庚 什么又是刘美的西点军校的高材生啊 又是重任 又是那个 有前途有仕途的那种高级军官呀 是吧 你也是肯定是当时看上人家这个条件了 如果说王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服务生 是吧 那个什么茶馆服务生的话 你路小曼肯定也看不上人家 当然徐志摩也是一样 徐志摩是因为他是一个诗人嘛 诗人他有名气有名望 有才学啊 有知识你才看上他了呢 到后来不是也是徐志摩也没有时间陪他玩 徐志摩又让那个叫翁瑞武啊 就是那个那个医生翁瑞武陪着他玩 最后他跟翁瑞武又好上了 所以像这个陆小曼这样的女人 我觉得是真是 不可不要 不要为好 谁要了他之后谁倒霉 你看王庚娶了他了 就说后来就说 娶了他之后 不是说人家想成了一个家 娶一个老婆 是为了安安稳稳的 叫什么先成家后立业是吧 你这个女人你要把 就生儿一女啊 把家里边 就你不工作没关系 那个年代 你要把家里打理的好一些 过日子嘛 是吧 就像人那个 传统的女性 像张又怡啊 像那个 就是包括那个翁瑞武的老婆 王刘英一样 人家都生了五个孩子 你翁瑞武在外边怎么去 包养那个 陆小曼的话 人家也毫无怨言 还是把家里的 把家里的给你安置好了 这样的女人 其实我觉得 这种传统的女性 还是很适合 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其实是 娶传统的女人 还是很幸福的 你说娶了陆小曼那样的 王庚 说添了很多烦恼嘛 成天 你想他那种有身份 有地位的人 这老婆跟别人跑了 就是这个 多亏了他还是受过西方教育的 能够正确的看待这个问题 要一般的可能 拿那个中国那个传统的封建观念来说 那简直就是更难受 包括这个谁 这个 徐志摩娶了他之后 也有人议论纷纷的啊 说他成天跟那个翁瑞武 躺在一个烟榻上什么的 跟他一起玩 怎么着的 也是议论纷纷的 你要是 要不是 陆小曼这样的人 要是其他的女子 人家可能就 就自觉的 不需要你提醒 人家自觉的 就规范自己的行为了 是吧 我最多 我那个什么 我要 把家管理好 然后我玩 我最多我去跟女伴玩去 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你干嘛非要 他成天跟个男的在那 凑在一起 腻腻歪歪的呀 还愁打烟 所以我觉得 这个徐志摩也是活该 他自己也是抛妻弃子嘛 自己做了坏事了 最终还是 你说当然不能说是 陆小曼害死的他啊 但是 他要是不是为了 他为了这个节省费用的话 两边跑 你陆小曼也是 你嫁给人家王庚了 你不跟人家去 什么哈尔滨 应该是 他在哪工作 你应该跟着他去嘛 照顾他嘛 他不跟人家去 包括后来 徐志摩也是 徐志摩去北大任教的时候 让他去 他也不去 他就那种我行我素的人 一切都得围着他转 所以只有翁瑞武那种 人愿意围着他转 后来就看徐志摩也是 也是 应该是后悔 不过后悔也晚了 你看为了 要不是因为他不跟着徐志摩 徐志摩也不需要 什么北京上海两地来回跑啊 是吧 也不需要是什么节约费用 去坐人家那个 免费的邮政飞机啊 然后他也不会 不至于发生 这个空战啊 老老实实的 比如在北平 你就在北平待着 偶尔回来 回来坐火车呗 因为他可能老是跑 他就想着 他说他有一本的那个免费券嘛 那时候的飞机啊 你看来戴笠都什么飞机实事了 那时候的飞机安全性能可能还比较差呢 所以美国女孩她们 就是有点像陆小曼 不是有点像 而是非常的像 她们要是碰见一个让她 产生新爱情的人 她会不顾一切的去 就是去跟你离婚的 她不会 就是说 不会顾忌什么 你看我们就 这个 我们这边按说还是基督教 基督徒 天主教徒 比较多一些 她们 还算是美国 传统的 传统观念的人 比较多呢 你如果到什么 大城市里边 像纽约市啊 什么的 那些大城市里 那就更别提了 就这种传统区域里的 传统的女性 就我们家附近那几家 就算是邻居吧 就 我原来不是说过吗 这个 有一个是已经离了三次婚了 她就是孩子 而且孩子在一岁多的时候 她就离婚 那不到 可能也就是刚满一岁的时候吧 刚刚会走 她就因为生完孩子之后 你想她也不能工作了 生孩子之前 她就在家里待着 她可能就不能够 耐住这种寂寞的生活 这个 这个养孩子呢 很多人看成是痛苦 其实你要把它看成是 一种人生的享受 我觉得就 也挺好的 我就把养孩子 我觉得养孩子是很 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 这段时光 我还挺害怕 他们上大学走了 走了你都 你想她走了之后 你想来这看看人这个比赛 呃 来这学校里玩 你都没资格了啊 人家邀请的都是 就是家长来观看 你要没有这个高中生 或者小学生 小学的时候更好 那看的 家长们都去看去 人特别多 这个 你到时候你没有孩子了 人家也不邀请你了 你自己跑这来 会显得很很尴尬的啊 你没说人 倒没有说 不让你来 但是你 那起码来的那种心情 就跟有孩子不一样了 哎我就觉得我儿子在这上学 这个 嗯 包括小的时候 嗯 也很有很多乐趣的啊 小的时候她对你特别依赖 上学之前 妈妈妈妈妈 整天就是围着你转 呃 带她一起去什么肯德基啊 麦当劳啊 去公园啊 去玩去 她跟你特别亲 其实大了之后上了高中之后 相对来说她独立了 她有自己的朋友圈了 她跟你不是那么特别亲了 嗯 那两岁不到两岁就离婚了 在之前她已经离过一次婚了 这个 这个 你说集三次婚 这个 那孩子整天就被她们两个 她们还不是女人 还不愿意心甘情愿的总带孩子 她还跟男的 分开这个 就是带你带几天我带几天 经常看她什么开车送过来 或者是那个 她爸爸接过来 那种孩子都居无定所的哈 所以有什么矛盾呢 我都没有见过他们有矛盾 那个男的挺 又勤劳 人在政府里边 嗯 是个技术 就是那种技术性的公务员吧 嗯 嗯 然后呢 业余时间人还 搞着那种承包一些小工程什么的 嗯 赚点外快 整天下班我看她很准时 下班就 回家了 五点多肯定回家 什么 这个 在院里什么 这个 捡草啊 是吧 就是 别说他们家的活了 我们家的一些 就是大一点的那个活 他因为他懂 他懂那工程技术嘛 我们都请他 给他 一小时 给他 二三十块钱 然后帮我们家干 很勤劳的一个男孩子 那是有什么 要干嘛非要跟人家离婚呢 而且我觉得 美国男人挺可怜的哈 美国男人 都是被女人甩 哈哈 其实甩吧 他们不是倒不像什么你有 因为钱呢 因为什么呢 甩就是因为这个 女的在外边很多 反正我这边啊 大部分都是女的在外边 他碰见自己的新爱情了 你想 这现在又不禁锢人们 到处 参加聚会啊 朋友 聚会是吧 同学聚会什么的 还有工作中什么的 他难免就会 遇见人 遇见人 产生火花了 就像陆小曼似的 遇见习志摩了 他就跟他那个 跟他王庚闹离婚 哎 这棵树 我也很喜欢这棵树哈 它是那种纯白的 中间还带着小粉 这个白色和桃红色相间的小花 很优雅的 跟那个桃红色的桃红色的是比较艳丽妩媚啊 这个是比较清雅脱俗的 看 那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 美国的离婚率也挺高的 但是说现在据说是中国的离婚率最高了啊 中国压根或者就不结婚了 我觉得这个 还是不希望我儿子将来找一个这种 整天喜欢上别人就跟你离婚的 这一个男人我跟你说离婚啊 一个是这个折腾是吧 精神上的损耗太大了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你经济上也承受不起啊 一般的 你想一般的人能有多少钱呢 你离婚的时候 这个女方肯定是在美国 也是女方肯定是沾光的啊 就是在财产分配方面 沾光的 不过美国女性人家倒不是那种狮子大开口 非要要很多的 但是也是啊 你这个 反正他们肯定也不少要 所以说你男人 经历一两次离婚的话 普通的人 但有钱的人无所谓了啊 是吧 像马斯克 我给你两千万什么 我给你多少 是川普的 你给了他之后他还是有大头啊 但一般的中产阶级你受得了吗 那一两次婚你就倾家荡产了 好啦 我们要回去了 拜拜